游客來到部落觀賞原住民文創商品手工藝等 族人在旁擔任解說員介紹部落族人親手創造的精緻米手工包裝 以及手工藝新草情人帶的特殊意涵 游客也可以品嘗到部落特有的各浴巾加工品的甜點餅乾 巧克力等 為了讓游客進一步認識阿美族部落 族人會先用簡報介紹部落 然後再帶游客到部落各個景點參訪 最後欣賞傳統舞蹈體驗部落的文化 除此之外我們有非常好的一個部落的產業 尤其是我們的稻米 隔壁巾 還有金杜爾筍 甚至一些北的農作物像花生 藝米 芝羅部落近年來透過原民會及有關行政單位的經費 創造部落特有的文創商品及農特產品 更透過原民會的部落觀光產業計畫 讓部落觀光產業再度復活 完善的套裝旅遊 讓今天到場體驗之羅部落文化的公所人員 表示指揮票價 讓觀光人來之後感覺到不惜此行 當然最主要是配合共連5G的 把它提升為觀光一個產業 我們希望整個部落的傳統文化 能夠傳承下去 而且最主要拿出來的東西 能夠獲得大家的認同 整套迎接遊客的導覽模式 部落已經準備好 現在之羅部落歡迎各地的遊客前來享受 豐富的旅遊行程 並深入體驗阿美族文化 記者房屋花蓮域採訪報導